晚上好呀 今天做了脆皮烤肉 试了好几种做法 这种最容易成功的做法分享给你们 外酥理论 准备一块优秀的带皮的五花肉 然后切成方块状 注意皮不要切断了 切成这种小方块状就可以了 将肉块放入锅中 加一些姜片葱段 然后加一把花椒粒 适量的料酒 盖上盖子煮30分钟左右 大概煮到7成熟 煮好以后捞出少少量干水分 然后有肉的那一面 加入一勺五香粉 一勺辣椒粉 适量的食盐 将肉块中间的每一个缝隙都均匀地涂抹 然后把肉皮朝上 用锡纸包起来 猪皮面用牙签插锡小孔 上面加入半勺小苏打 小半勺食盐 用手不停地涂抹均匀 然后静置五分钟左右 在猪皮上面撒上一层厚厚的粗盐 注意不要掉到肉里面了 然后放入预料好的烤箱中层 200度上下火烤30分钟 烤好以后取出上面的粗盐 粗盐经过家然后会结晶 所以不会咸 然后放在烤架上面 表面上上一层白醋 再次放入烤箱中层 200度上下火烤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光是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有多酥脆了 一点也不会咸 趁热切成小块 可以蘸辣椒粉或是白糖吃 特别好吃 一定要试试看哦 快手 看见每一种生活 都放映颜色 太 MU虚了 抓ắn小 cabeza 老师